就可能那時候犯男婦女 有奶的沒有還是有雞雞 超多瓶這種錯的 其實很少 沒有沒有 我們是沒有就是一個 你之前喜歡過人家的食物 好無聊囉 然後剛說他跟我拿完機 我才跟他講我是拿的 然後直接給我 他那個時候還跟我說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當你很想變性的時候 你是不會在乎就是 你的醫療風險 他兩百八十個都花了 對啊 我現在不知道多少錢大概 快兩百 他是短時間那一張帶你拿回去 就全部蓋完了 欸我改這樣也花很久了 我花了兩年蓋完了 對啊 你就可能那時候犯男婦女 有奶還是沒有還是有雞雞 然後後來就慢慢的做 他中間都要復健了 他都要修復 欸你知道我認真人 你知道我 我認識他的時候很感人 我們變性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做完 那個音道是很小 然後一直塞東西裡面 要塞好幾個小時 我就真的 不是我要是 我真的是這樣 你應該是不會有那個筋肉帶 再來沒有一筋啊 再來沒有 不會 我們是沒有 就是一個空的 音道 它是沒有什麼 任何連接各個地方 沒有進空的 假的一個洞 裝上去 對 而且它是可以訓練 而且它是包裝動作 這麼多好像了 欸我們已經講過 如果你說這種事情 它會 會興奮回去 浪漫 其實很少 那個錢 怎樣 你可太少了 會到前列的線 我覺得還好 其實 因為我也沒有經歷過女生的那種 所以 你真的很美女耶 你很美女貌 你不尊重耶 你先喝 你這麼歧視人家變性了 對啊 那你都知道那麼久 你之前喜歡過人家的戲嗎 你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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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剛說他跟我拿完 其實我才剛才講 我是男的 然後直接哄 他那時候還跟我 他那時候還跟我 說 他那時候還跟我 我只能聽不下去 是男的應該都會忍掉 但是他不知道他是男的 會忍掉 會忍掉 可是一開始也不知道 因為真的看不出來了 就是不知道 然後 其實我有點過分 我應該先講 那個心情會直接吶 他真的看起來很走心 有點詐騙 欸我現在還喜歡我嗎 你的 沒有吧 他在哭了啦 他酒吧 因為你剛喝嗎 ELEVATION 我不是啦 因為其實當你們講A7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錄 就是一個醫療風險 那邊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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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我已經放到 那邊大概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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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當兵 我跟他說 我要去副健 然後我爸就直接說 你一個正常的男孩子 你沒有當兵 你會被人家笑死 好難過 我都已經 頭髮都已經流長了 我都已經吃女性惡魔 我胸部都已經改變了 為什麼你還不能接受這樣子呢 那邊就是會 看上邊的人說 喔 這邊男生一味喔 就直接講出來這樣 故意 很故意 你先幫我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玄玄 然後目前我在經營網路生意 跟一些文章商品 今天幾歲 二十七 到現在這裡已經跨出多少年了 八九年左右 就是女女就要生活 然後現在八年左右 那你交過幾個男朋友 交過八個 但是都是不好的收藏 都是劈腿 就是都會去跟原本就是女生的 原生女 對原生女就是劈腿這樣 我就覺得很受寵 我家是開廟 是一間公廟 然後我爸爸就是基身什麼 應該是我從小 個性就偏他們所謂的娘這一類 因為我爸爸是公主 就是一間公廟的公主 然後我是公主的小孩 所以我們從小到大都是被 拿著放大廳長大的 就是其實我在被打的過程 也是要被拖到那個 那個廟廟的那個大殿那邊 被那邊被打 打給母娘看 對就是他 因為我爸除了打給母娘看 他還要打給 旁邊的那些師兄師姐看 讓他知道我是有在管教小孩子的 而且我印象當中 我爸老最受傷最受傷的是 我那時候當兵護檢 我跟他說我要去護檢 然後我爸就直接說 你一個正常的男孩子 你沒有當兵你會被人家笑死 然後我就再去護檢的人 過那個路上就邊看著邊哭 我就覺得好難過 我都已經頭髮都已經流長了 我都已經吃女性癌症 我生活都已經改變了 為什麼你還不能接受這樣子呢 到底要什麼時候還能接受呢 所以第一次穿女裝是什麼時候 正確來講應該是國中 有在表演的時候 那時候是在舞台上 可是不是走出去外面 然後走去外面是高中的時候 參加Cosper的劇團 然後就穿那個Cosper的衣服 然後是女裝 因為我很高 然後其實身材比例也還OK 所以穿上那個衣服之後 是蠻好看的 然後大家就會震風的 要來給我喝酒這樣 第一次享受那個感覺 對 就覺得 欸 我好像女生好像沒受歡迎的 那就是女生了 第一次就大成功 對 很成功 是因為這次的經歷 才讓你覺得說 以後想走這條路嗎 讓我更加確定 我想要變成女孩子這件事情 因為我是其實從幼稚園 就發現我又 就是可能有跨線的一個傾向 可是那時候還不懂 那時候只知道自己喜歡男生 然後自己喜歡女孩子的這些 高跟鞋子 那你大概是什麼時候 才跟你父母講這件事情的啊 是國中 然後我父母自己跑來跟我講 這是媽媽自己跑來跟我講 她那時候是看新聞是說 有兩個男生互相喜歡 但是因為都是獨子 然後雙方家長都不接受 然後他們兩個就訊息 然後我媽就很擔心 然後就跑過來 她就抱著我 她就說 如果妳終於想要變成女生的樣子 還是要跟男生在一起 媽媽都可以 我就希望我的孩子 可以過得快樂就好 媽媽都會有人提示妳 是在國中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一個擁抱 那一個亂談話 我就覺得好 那我一定要豁出 今天這種人 人物也太好了 我從小就知道 我如果選這條路 不管是選擇喜歡男生 還是說要選擇跨線別 未來家庭革命 一定是很可怕的那種 一定要緊密 所以我選擇 我讓他們慢慢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正當我跟他們 講出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也不會說很驚訝 他們就說 好啦 其實我早知道了 在等妳講話了 後來是媽媽先講 然後後來就是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到現在 我們就會像姐妹一樣 大家會買那衣給我穿 我在這兒 我台大穿不上 我說那我可以了 因為之前是真的有人去 直接跟我媽媽說 你們家是在開廟的 是不是不是正派的 沒有做好事 不然小孩子 怎麼生出來這樣 不能婦女的人也要這樣 但我的媽媽就是跟她說 我覺得我的孩子 只是在做自己 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今天我的孩子殺人 幫我上新聞頭條 人來講我 我OK 但我的孩子沒有 而且在這個時代當中 有誰能真正的面對自己 跟做到自己 沒有 但我的小孩子在小小年紀 都能做到 所以我以他為榮 所以我媽媽是 很為我講話而很保護我的 剛才你不是男生嗎 可是你不想要抓女孩子的聲音 我說就沒有抓我的聲音 就是這個樣子 他們刻滿意料的男生聲音 一般男生也不是那個聲音啊 對啊 就是為什麼對我們 就特別上帝那個音品這樣子 整天每個男生是低音泡啊 對 有些男生比我還娘好不好 那個聲音比我還娘 南部比起北部 對跨性別相對保守嗎 不會 我覺得南部反而很熱情 真的 北部反而其實比較重 真的 怎麼說 有遇過什麼經驗嗎 因為我們講一些 生死的場所好 就是酒吧這類的 像我去中部的夜店 都是直接女票免費 入場喝酒什麼 但是北部的就是會 看是不是說 喔 這邊男生一位 就直接講出來這樣 故意 很故意 我就覺得 到底你也不要這樣子 今天晚上我玩個屁啊 哈哈哈哈 有遇過什麼特別顯靈的事情嗎 我有走過全家 然後我那時候去代班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有說 最近店裡發生很多奇異的事情 什麼時候 因為我客人進來 我們都說你好還光靈 然後走著說謝謝光靈 然後那時候櫃檯有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店員在補貨 然後之後有客人走之後 然後櫃檯的人就說謝謝光靈 後來那個補貨就衝到他旁邊 他就說 你剛說謝謝光靈的時候 我耳邊有一個人 他就說謝謝光靈 然後他們就嚇到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好沒事 然後後來他們都走了之後 我就代班嘛 然後我就心裡就跟那個東西 我就跟他說 我只來代班而已 我們和平相處 你不要鬧我 我做完我就走了 就讓我待8小時就好 快下班的時候 突然我們那個警報器大響了 而且那是整個整間店 都會很大聲那一種 然後客人很嚇到我也嚇到 而且按鈕在那個倉庫裡面 而且倉庫的燈是壞掉的 就是閃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很怕 但是客人在我 然後很鎮定你知道嗎 我就跑進去然後關掉 然後出來就跟客人說 沒事沒事可能是不小心 那個溫度太低啊還是什麼的 然後後來客人走之後 我就站在櫃檯 我就盯著那個門 我就說 這不知道我爸是誰 剛才是媽你知道嗎 我說你游走 你就再給我一次 然後就真的 這樣 我嚇得到我真的 這我控制不來 我就趕快打電話給我媽 然後我媽就帶一些聖水跟護身符來這樣 然後就很平安的就下班 我馬上就來 因為在我全家父親而已 我覺得要在我家父親而已 然後我媽就來 然後是我回家之後 我就去跟我 我正要跟我爸講這些事情 然後我爸就說 你做了什麼 為什麼外面有個女的 我說蛤 外面有個女的 他說對啊 我說我沒有做什麼 是她去弄我的 然後後來就是請神明 做主持公道 然後把這個靈體的朋友給送走 我現在全身雞皮疙瘩 太可怕了 可是我覺得蠻酷的 當時很害怕 可是後來覺得很酷 最後有人查出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後來是因為我們那間全家 它一樓是全家 二樓是那樓KTV的場所 所以會比較深色場所一點 所以那邊磁場的比較不好 然後聽說那個靈體在那個地方 已經非常久了 只是最近好像可能沒有拜拜 所以她不開心跑出來 然後想要訴求她想要得到的東西 其實都沒有人知道 然後剛好我去 然後她又跟著我回家 然後神明才幫忙 把這些事情都給處理好了 就搞定了 對…我覺得就是 都是命運的安排 很酷啊 我剛剛突然一陣發冷 我覺得超酷的 白癢各位 本期節目由白鯉聲音贊助播出 白鯉聲音每年根據營業而 播出一定的比例 送姐妹到泰國 執行變性手術 完成她們的夢想 白鯉聲音的主顏料 都來自於日本進口的 白鯉屯 骨汪甘太 以及神經新安 所以你也有 避附美來訓修的話 現在可以點擊影片 右下角的 白鯉屁、白鯉膠囊 趕快去試試看看吧 對… 那男生你有做過哪一件事 是你覺得特別後悔的事情嗎 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Facebook剛出來 然後我就也註冊了一個帳號 我覺得哇好酷喔 然後我就在上面 看到有男同志的那種社團 那時候我才知道 原來有人跟我一樣 是男生喜歡男生 找到一個新天地的感覺 然後我就說哇好酷好酷 我就稍微看了一下 然後覺得大家會在上面自我介紹啊 什麼什麼人啊 什麼什麼髒話的人幾歲 然後什麼哥哥弟弟啊 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說好那我也要來發 我也想要認識更多朋友 我就打上去 殊不正是公開社團 所以那個天文一出來 不到十分鐘 那個留言底下 全部都是說 原來張老師的兒子是Gay喔 好那怎麼會 你爸這樣子 你怎麼會這樣子 我嚇死了 我真的嚇死了 我立刻把那天文刪掉 然後從此我就是完全 就是很害怕走出來